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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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宏益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早上三立獨家新聞 提報說這個永久屋馬總統去主持入住典禮 那麼 都是假的 今天 相關單位出來說 那不是入住典禮 那是落成典禮 我們今天請觀眾朋友等下放VCI的時候 好好地看 後面是誰入住還是落成 說那不是樣品屋 那是食品展示永久屋 我是覺得說那名詞還要用更長 我八成都聽不懂 這個 齋民說 我們也不曉得那是要參加那個典禮 本來以為是要去參加豐年祭 有沒有分 所以 到底 到底 有多少是騙人的 那是落成 為什麼那個草 草皮 為什麼那個樹 最後都要挖掉 所以 今天我們繼續要來追蹤 八位二七 是斗六市長要補選 那麼為什麼補選呢 上面是國民黨的市長 貪污 再來是國民黨的市長會選 第一次再一次都沒有辦法補選 那麼被認為是很重要的選舉 為什麼 雖然小 但是它有意義 那是總統大選的前哨戰 那國民黨貪污會選 難道現在還會再當選嗎 八層會怎麼選擇 今天我們要來分析這個選情 今天還有一個農民 還有多少事 可能 可能 我沒有看到馬總統哭 老農今天也不給 真的 他的選舉 有那麼容易嗎 旁邊交給他的時候 高齊是9300點 他現在剩7300點 經濟成長力 我今天把它除下來 四年只有三點多 差不多是六的一半 他罵蔡英文是空心菜 那他到底是什麼菜呢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趕快來介紹來賓 第二位是前世報週刊的總編集 吳國棟 郭榮兄 你好 鴻一好 台灣 好 另外呢是民進黨政策會的執行長 陳其邁 陳委員 陳委員 鴻一好 大家好 好 東吳大學政治系的助理教授 徐永明 徐老師 徐老師 你好 主持人 大家好 以及政治記者 鍾年華 你好 鴻一 郭比翁琴 大家好 好 另外呢是台北大學 工刑系的副教授 何漢君 何老師 你好 鴻一好 大家好 好 以及這個自身的媒體人 何博文 博文 你好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好 那麼首先呢 我們就要來看 那麼針對三立這個獨家新聞呢 今天我看相關的政府單位 都出來做說明 說這不是入住 這個是落成 現在請大家看 馬總統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後面的字是寫落成還是寫入住 來 我們來看不需要 太五香永久屋入住典禮 馬總統清理現場笑得真開心 當時屋子外頭有綠油油的草皮 和綠樹 只不過總統前腳一走 只剩下黃泥和土坑 永久屋也空蕩蕩 沒有任何一步災民入住 這個入住是他們可以 可以進去住 就是這樣 就是入住了 永久屋什麼時候好 還沒有 還不一定 重建委員會說 隨時都可以住進永久屋 只是除了房設完工 進入房子的前庭還是黃土 瓷磚還沒有鋪射好 要栽民怎麼住 落成典禮 入住典禮 這個入住什麼叫入住 我剛剛也講那個時間典禮的問題 時間回到8月15號 活動部條上明明寫著入住典禮 還頒發入錯禮金給原住民 活動當天陪在馬總統身邊的原住民同目 當時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房子根本還沒好 有封禮器全部下去 我們才下去的 村長跟我說 你上去 你上去 我才上去的 我就覺得奇怪 還沒做好 這個活動代表他開始要入住了 我們政府不會去規定 你哪一天一定要搬進去 入錯是人生大事 也難怪重建委員會大張旗鼓 舉辦永久屋入住儀式 只是在熱鬧的活動之後 118戶卻沒有以負入住 也難怪起來馬總統主持入住典禮 會被高度質疑 梁翁 你剛才看到後面是什麼意義 後面那個標語是什麼 馬總統後面那個 入住 日本那個紅包 那叫做入住 雷金 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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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搬進去裡面住 所以今天又是你們的 不過我今天見識到馬政府官員 拍馬屁的功力 確實 這一點真的民進黨比不上 不怪民進黨會落台就是這樣 你真的不會拍馬屁 馬政府官員真的會拍馬屁 不怪我們的外交官 要將總統捐贈大體 當作柔性外交 去住在國去選團 真的會拍馬屁 入住 你錯了就錯了 說話說皇帝般的大體 對 皇帝般的大體 真的我不知道 什麼時代還有法庭 而且 法庭應該是武頓義 才對 法庭應該是武頓義 所以我說 你今天搞錯就搞錯 我覺得這個態度很重要 我在乎的是他們的態度 你今天如果說 出來發一個失禮 說對不起 我們真的搞錯了 那天怎麼樣怎麼樣 你解釋看要怎麼搞都沒關係 你今天去熬一個說 那就是永久性的樣品屋 食品展示永久屋 食品展示 請問那是什麼東西 台灣房地產交易很熱絡 請問觀眾朋友 你有看過 你去看家裡買新家裡 買古家裡 你有沒有看過什麼叫做食品展示屋 你告訴我 我們去看預售屋有樣品屋 什麼叫做食品展示屋 你告訴我 而且食品展示屋是總統離開之後 家具都搬走了 那怎麼叫食品展示呢 請問你展示的是有家具的那一間 還是展示的是沒有家具的那一間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非同小可 因為今天那個大頭目出來講 都騙他們說是去參加豐年紀 不過我昨天看那個畫面 我覺得很怪 因為大頭目穿的那個是非常莊重的 等於是我不知道原住民怎麼稱呼 但是我們一般講是很莊重一種 類似像禮服的東西 類似大禮服 對 大禮服 它是非常莊重的 連頭飾都戴起來了 如果他也不知道那房子不可以住 他不需要穿這樣去 今天你說入住穿這樣 我可以接受 原來是跟原祖雲騙說 來喔 來參加豐年紀 結果大家都拚下來 把原住民當作道具在耍 我覺得這非常可惡 利用 對 你是騙原住民說 要參加豐年紀 所以大家來 結果發現說 原來我們是來配合總統演出 而且演的是一場腳尾犯的戲 我覺得今天這個事情 總統 你要出來解釋 不要叫你出來說給錢 沒有 記者今天有問他 他都笑容他 他都不講 連吳敦英也不講 我覺得這個有必要講清楚 你的態度是什麼 對災民的重建 對原住民的態度是什麼 你今天快點那種房子 你如果要騙的 說實在 如果不是三立播這個新聞 我相信全國都認為說 那氣候了 真的像世外桃園一樣 今天還想是三立的記者 去追蹤到這個新聞 我們才知道 原來我們的總統 連這種事情都在講白菜 那徐老師如果真的是 沒有關係啦 如果不是入住 是落成 那落成為什麼 那草皮跟樹還要再挖掉呢 洪毅 根本那個地方 我們後來看到 本來就是要貼牌石板上去 後來是因為馬英九要去 要好看把草皮樹弄上去 洪毅 後來會有草皮跟樹嗎 那時候之後又要弄掉 我覺得今天 連話剛才講得對 我覺得今天重建會 是要出來道歉 不是在入住落成 在那邊弄來弄去 搬弄這個什麼文字遊戲 洪毅 這根本就是騙局 你做錯事 你就出來道歉嘛 你道歉 馬英九你也出來說 這個下面公務員搞錯了 我不喜歡這樣的事情 洪毅 馬英九要講這樣的話 你才會讓人家覺得 洪毅 我們昨天猜來猜去猜什麼 是馬英九知道呢 還是馬英九不知道被騙了 還是馬英九知道這是騙局 他自己一起在騙 洪毅 這個對總統影響很大 他以為八八風災重建 他現在也可以得分 洪毅 光是這個騙局 這樣一件事情 我覺得所有人都會開始懷疑說 那你所講的那些東西 是不是都像你講的 這些草皮跟樹怎樣 都是道具 等攝影機一走以後全部搬走 洪毅 我覺得不能這樣欺負災民 前面之前我們講災民說 用普羅旺斯形容不好的時候 他說他們不喜歡被稱為災民 洪毅 現在馬總統你把他們當作什麼 我剛才聽那個紅木講 真的我覺得很心酸 他們是要他上去 上去幹嘛 演一個戲好像是怎樣 這個頭目住在這個地方 很舒服的樣子 我們的災民很舒服的樣子 他沒有 他說他們叫我上去 不好意思 不想拒絕 然後就上去 洪毅 去演這樣一齣戲 他們有住那裡嗎 崇建會要不要出來講說 那個頭目住哪一家 那個房子是他要住的嗎 我覺得今天還在硬拗 我覺得這在民主國家是不能接受的 現在是立法院沒會期啦 否則立法院立委 民黨立委 應該把崇建委會叫來罵一頓 為什麼